就是這個酒冊動作 不但抓到一位酒冊值0.99的酒家騎士 也抓到一位確診病患 十位警銷因為他現在都要居隔 或是自主健康管理 九號晚上花蓮員警 將酒家騎士帶回警局 結果騎士說自己不舒服 頭暈喉嚨痛想要去醫院 警方立刻將他送醫 結果騎士PCR陽性確診 警銷無奈被牽連 只能緊急匡列十位相關接觸者 就害疫情燒進警局或是消防局 目前本所有四位居家隔離 一位同仁為同時段服刑 目前是自主健康管理PCR檢驗 五位同仁均為陰性 另外花蓮慈濟醫院 爆出有一名護理師確診 案27555CT值只有18.2 沒打過疫苗病毒量高 而且在病毒傳播期間 都有到醫院上班 慈濟已經緊急封閉十一樓 所有人都不進不出 目前為止已經發現六人確診 就怕會再次爆發 院內感染 確診個案目前都已經移到 我們的專責病房 夜裡就開始針對病人 每一個都做PCR檢查 至於花蓮奧斯卡染鏈 持續擴大 十號再新增九例確診 其中有八例都沒有到過奧斯卡 屬於間接感染 另外在宜蘭九號爆出的 家庭存聚案繼續延燒 目前已經累計十六人確診 包含同時及同時的家長 通通染疫 以花疫情一勢再燒 染鏈不斷蔓延 民眾人心惶惶就怕疫情 燒到自己身上 記者林醫生劉己嬌 宜蘭花蓮報導